title部分就完了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menu部分 menu部分網頁部分 網頁我們格式背景 背景部分的話呢 這個是00FF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一個表格 插入一個表格 他說要7列一欄 所以這邊的話選擇7列一欄 匡線為0 匡線0 然後呢要水平至中 所以對齊方式選擇至中 好按確定 再來他說 要插入那個圖片 那個圖的部分 裡面包括就是 0305 5 06 好這一張 03005 分別插入0305 0306 那大小的話呢 他這邊有一個大小 大小部分的話他有個高 他有個大小就是說 120 高度的話 高度的話是40 那保持寬高筆一定要取消 不然的話你怎麼打都不會正確 那再來的話就是 030 0506在這裡 第三 13 那這邊也是一樣 120 40 按確定 再來 0306 040 放這裡 那這邊也是120 40 確定 然後再來就是第七列的地方 0303 這邊也是一樣 保持比例取消 120 40 按確定 那這樣子的話就 完成了 而且要水平 水平至中對齊 水平至中對齊 所以這邊把它 至中對齊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當滑鼠移過的話 要呈現 同樣 圖片 呈現同樣圖片 但是要不同的 顏色 不同顏色 的動態效果 那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做 那表格 中陽明山國家公園圖片 替代文字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並連結到AA 那這個就是 我們前面所講的 反正就是 要連結嘛 而且要替代顯示文字 那替代顯示文字 就在這邊 輸入 比如說第一個是 陽明山國家公園 你就直接輸入 陽明山國家公園 好 那按確定就好了 再來再按右鍵 超連結 連到這個所謂的AA 第一個 那目標框架直接點這個就可以了 就是MAN 好 那其他 一樣嘛 就點兩下 直接再輸入就可以了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到下面 到第七項 其實第七項都一樣 所以第八項比較簡單 在最下面這邊它輸入什麼 檔案下載 所以要輸入文字 檔案 檔 按下載 來 接下來把它置中 置中之後選取它之後按右鍵 超連結 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那個 home page裡面的那個park 他要下載一個檔案 然後呢 且在這個點選超連結去下載功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按右鍵 連結的超連結 就連結到這個park就可以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這個menu的部分 menu部分 那最後這個動畫等一下再來講 這移過去要換 換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man 再來的話就是進到man的部分 man的部分 網頁背景 這地方也是一樣 格式背景 我們直接在背景的地方 它要0301 所以用選就可以了 那背景音樂在一般嘛 這個前面都有講過 我瀏覽一下 找到music裡面就可以了 music裡面找只有一個音樂檔 然後按確定 裡面 這邊 這邊 我們今天